李錦上太太190美年 登下三子少男無記邁 南水街一場大火 燒毀了李錦的蠔油妝 李錦上於是帶著家人 搬到澳門重新開始 李錦上公家搬到澳門後 李氏家族和李錦姬的發展規跡 並從此共變 李錦上是在沙蘭仔街中屋溫頓家人 明租地牛仔蠔油 再拿去賜貨普通賜家出售 雖然李錦的意樂的澳門 但原材料仍然來自南水 李錦上當時托黑親 帶生口紅水運去澳門煮食蠔油 藉此保持品質 李錦上是在中庫做生意 賺到錢就買了兩個舖位 1920年當時澳門地產市道不濟 李錦上想買入一個人流交往的舖位 但最終談不成只能夠租 這就是至今已經經營百年的 新馬路李錦的澳門總店 我們下期見